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支撑我们一上午的高强度工作 如果我们不吃早饭 我们可能要忍受饥饿去完成消耗能量的工作 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很多人不会吃 甚至吃得不健康 大部分人把注意力放在了主食上 却忽视了喝的东西 喝的不对也是要出大问题的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两种最不适合早餐喝的饮料 豆浆和咖啡 一 两种饮料早上不要喝 一 豆浆 早上孩子忙着要上学 王女士就给孩子煮了碗豆浆做早饭 没想到孩子匆匆喝完到学校后 不久就出现了呼吸困难的情况 随后出现神经紊乱和胃部肿胀 孩子被老师送往医院后不久 就被宣布意外去世 法医在解剖尸体后发现 孩子的死因居然是很多早餐里常喝的豆浆 原来喂煮熟的豆浆是对人体有害的 这是因为豆浆里面有一种成分 叫做皂带 它会让人产生恶心 呕吐 腹痛 腹泻等症状 大量的皂带轻则导致人失明 致残 严重的话则会致死 另外生豆浆里面还有一种抗移蛋白酶 它会降低胃液消化蛋白质的能力 所以只有当豆浆煮熟了 加热到100摄氏度 才能消除这些有害因素 豆浆中毒30分钟左右就会毒发 潜伏期极短 儿童中毒症状甚至会快速恶化 并且在症状早期的时候和腹泻极其相似 所以常常被老师和家长疏忽 但是如果在症状早期的时候不及时抢救 症状就会迅速恶化至晚期 最后导致孩子死亡 很多人都会按照水开了的标准来判断豆浆熟了 认为当豆浆出现泡沫的时候就是沸腾 意味着豆浆煮熟了 其实这是豆浆的假沸现象 当豆浆加热到80摄氏度到90摄氏度时 灶带会受热膨胀产生大量泡沫 如果此时误认为豆浆已经沸腾而停止加热 这样的豆浆就含有大量的灶带 适量的灶带具有抗衰老抗疲劳功效 但灶带同样也是一种溶血剂 可以刺激胃肠黏膜 引起恶心、呕吐、腹胀、头晕等中毒症状 严重的可引起脱水和电解质紊乱 如若抢救不及时就会危及性命 平时在家里自制豆浆时 用锅沸腾之后要再转小火 继续煮沸五分钟 这样才算是真正的煮熟 如果是用豆浆机 最好是在煮沸之后再倒到锅里 煮上几分钟之后饮用 这样才保险 而且豆浆需要现煮现喝 保存时间超过六小时以上 千万别喝 二、咖啡 喝咖啡现如今是一种时尚 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青睐和追捧 但空腹喝咖啡对身体百害而无一利 咖啡中含有咖啡碱会刺激胃酸的分泌 如果空腹喝则影响胃的消化和吸收功能 随着胃酸的不断分泌 而又缺少食物与其中和 严重的甚至引起胃溃疡 所以有胃病的人更要注意 切莫空腹喝咖啡 由于咖啡中的很多成分需要通过肝脏来代谢 而空腹时肝脏的能量不足 因此空腹喝咖啡会增加肝脏的负担 甚至产生伤害 咖啡中的双贴锡类化合物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特别是喝浓度较高的咖啡时会出现心悸的情况 另外不少人喝咖啡时喜欢加糖和奶精 而空腹喝时不仅伤胃而且容易发胖 所以喝咖啡时最好搭配面包或其他点心一同食用 既避免了对身体的伤害 又可发挥咖啡的各种功效 如果每天喝太多咖啡 可能导致上瘾、失眠、紧张、胃部不适、恶心、呕吐 心率与呼吸加快、头痛、耳鸣等症状 所以喝咖啡需按时有度 这样看来豆浆和咖啡都要少喝了 早餐是很重要的 这点毋庸置疑 那应该怎么健康吃早餐 有什么早餐不可以吃 二、正确吃早餐的建议 对于早餐的建议主要是三个方面 首先是要均衡 对于早餐来讲 早餐可以不用过于丰盛和多样 但一定要保证营养全面 可以多食用易于消化吸收的五谷粥类 再搭配食用富含纤维的蔬菜和水果等 可以在美味的同时确保健康营养 其次要注意的是早餐一定要富含能量 一日之际在余晨 摄入食物的能量可以有效支配一上午的精力 因此建议在早餐多吃一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品 保证上午的能量充足和精神充沛 最后是一定要补充维生素 这是很多人群会忽视的一部分 建议在早餐补充是因为 我们的肠胃在早晨的消化吸收能力更强 可以更好吸收到体内 三、有毒早餐别吃 一、油炸食品 油炸食品一直被称为人体健康的杀手之一 油炸食品十分不健康 对于人体的危害有很多 我们早餐中的油炸食品有很多 常见的有油炸糕、油条、炸里肌、汉堡等等 虽然美味诱人 但是也存在很多危险因素 油炸食品中的油脂很高 进入人体后 人体内部的肠胃很难进行消化吸收 就会储存堆积在体内 长期以往就会出现身体肥胖的问题 另外,油炸食品中的营养元素已经被严重破坏 在高温下,食物的内部结构被破坏 还有食品中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都已消耗殆尽 根据研究发现 在很多油炸的早餐中 例如油条、油饼等 为了使食物可以更好的预热膨胀 都会在其中加入很多的蓬松剂 这使它们包含了很多的铝元素 对于人体健康十分不利 当人体吸收了过量的铝元素时 就会在体内被肠道消化吸收 进入大脑 会影响儿童的智力发育 造成老年群体出现老年痴呆等问题 这都很危险 二、隔夜饭菜 饭菜在空气中暴露一晚上后 会在其内部产生很多细菌和微生物 这是我们肉眼无法察觉到的 如果在早晨将这样的食物 作为早餐进行食用 极有可能出现拉肚子、腹痛、呕吐等问题 另外隔夜饭菜中的亚硝酸盐会相对较多 这就很可能引起人体出现食物中毒的问题 对于绿叶青菜来讲 不仅其中的营养价值完全丧失 还会产生很多致病的亚硝酸盐 而且亚硝酸盐与食品储存的时间和温度直接相关 一般来说储存时间越长 温度越高 出现的亚硝酸盐越多 很多人群认为将饭菜放进冰箱 就可以万事大吉 可以很好地进行食品的保鲜与储存 其实这个想法也是错误的 当食品被放在密闭的冰箱中 就会滋生许多的细菌 其中最为活跃的就是大肠杆菌 它们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 百害而无一利 所以一定要尽量避免将隔夜饭菜作为早餐来食用 以免出现食物中毒等问题 三 既用辛辣冰凉的食物 清晨起床后 我们的肠胃处于刚刚苏醒的状态 肠胃比较空荡 这时如果直接服用较为刺激的食物 会刺激肠胃 造成胃部和肠道皱缩 引发胃部痙攣等问题 所以建议早餐尽量不要食用过于冰凉和辛辣的食品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了解到早餐对于人体健康十分重要 养成良好、规律、健康的饮食习惯 可以有效预防疾病的发生 起到保护身体健康的作用 但要注意的是 在生活中 很多早餐被认为是有毒早餐 它们分别是油炸食品和剩饭剩菜 这些一定要格外注意 一定要及早停止食用不健康早餐 保护身体健康 早餐饮料 你通常喝什么 凉白开 豆浆 牛奶 还是其他营养果汁 这其中 豆浆作为传统饮品 不仅广受欢迎 还有悠久的历史渊源 相传 在西汉时期 淮南王刘安 在其母患病期间 每天用泡好的黄豆磨成浆给母亲喝 很快 刘母的病就好了 于是 豆浆在民间就流行开了 时至今日 豆浆已成为许多家庭必备的早餐饮品 但总有一些关于豆浆的传说 让喜爱豆浆的朋友喝得不踏实 比方说 煤煮熟的豆浆喝了会中毒 煤煮熟的豆浆含燥干和植物凝聚素 都是豆类常见的毒素 吃了可能出现恶心 呕吐 腹痛 腹泻 或头晕 头疼 胸闷 出冷汗 心慌 胃部灼烧等中毒症状 虽不致命 但仍不建议大家吃为煮熟的豆浆 如果是自家煮豆浆的话 最好在煮沸后出现大量白色泡沫时 再用小火加热三到五分钟 待泡沫完全消失后才停止加热 若是购买的 为煮熟的豆浆一般豆腥味很浓 不建议喝 豆浆和牛奶营养谁更好 牛奶和豆浆是两种不同的食物 各有优缺 牛奶含钙量高 但含铁量低 而豆浆含铁量高 含钙量低 所以两者不能互为替代或比较 根据2007年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 每人每天应摄入30到50克大豆 或相当量的豆制品 包括豆浆 银奶300毫升 如果有条件的话 建议大家每天既喝牛奶 又喝豆浆 常喝豆浆 胸会变大 传言大豆含雌激素 喝磨成浆的豆浆能风胸 事实是 大豆一黄铜不等于雌激素 大豆一黄铜的作用 跟药物类雌激素相比 不可同日而语 而且 大豆一黄铜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 豆浆里含有的大豆一黄铜是植物雌激素 并非人体雌激素 而且其含量非常低 有测定发现 豆浆中大豆一黄铜的含量 小于100微克每毫升 豆奶粉类小于100微克每克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喝一杯200毫升的豆浆 所能摄入的大豆一黄铜不过20毫克 想通过豆浆封胸 想多了 常喝豆浆会得乳腺癌 豆浆封不了胸 更不会导致乳腺癌 大豆一黄铜的作用 是帮助调节 人体雌激素水平 当人体雌激素不足时 急于补充 当人体雌激素较高时 急于一定程度的降低 从这个角度看 大豆一黄铜能削弱 人体内真正的雌激素功能 进而减低雌激素刺激乳房细胞 反而有助于预防癌变 豆浆不能与鸡蛋同吃 豆浆和鸡蛋可以同吃 前提是 豆浆煮熟了 鸡蛋也煮熟了 有些人喜欢用豆浆冲鸡蛋 这可万万不行 鸡蛋中的细菌 抗营养因子 必须带蛋白蛋黄 加热至完全凝固才能去除 所以 喜欢这种吃法的朋友 最好在鸡蛋 打进豆浆中后 再开火 煮沸 煮熟再吃 豆浆不能加红糖 喝的时候 无论加糖还是加盐都没关系 但最好在放凉的时候加 煮的时候就不建议加糖 因为加热的过程中 蛋白质与糖发生反应 产生不能为人体吸收的物质 另外 也无需担心 加糖破坏豆浆中蛋白质 毕竟 豆浆的蛋白质 本来就不高 约为2% 即便损失掉 也犯不着心疼 痛风病人不能喝豆浆 对于痛风病人来说 控制飘零的摄入非常重要 虽然同等重量的大豆 其飘零含量略高于瘦肉和鱼类 单一餐中 摄入100克的肉很容易 摄入100克的大豆却不易 另外 大豆在加工之后 相当一部分飘零会溶于水中 而日常购买的豆浆 平时也比较稀 飘零含量也不会高 所以 痛风患者 除了在急性期不宜喝之外 其他时候还是可以喝的 空腹不能喝豆浆 传言 空腹喝豆浆 豆浆中的蛋白质 会在人体内转化为能量 而被消耗掉 起不到补益作用 一如前文提到的 豆浆本身的蛋白质含量就很少 即便不被消耗 也摄入不了多少 所以 健康的人 想喝就喝 但豆浆在煤的作用下 会产气 所以 负账 负泻的人 也就不推荐了 保温瓶装的豆浆会中毒 不会中毒 但对人 也没什么好处 保暖 温湿的环境 非常有利于细菌的繁殖 豆浆长期放在保温杯里 谁能保证你喝下去的不是一堆的细菌 隔夜 隔夜不是重点 重点是有梅变质 常温下 豆浆不宜久存 以免细菌繁殖 导致 豆浆腐败 不仅营养成分被破坏 还可能引起食物中毒 一般建议 豆浆最好现做现吃 且一定要煮沸煮透 若是没喝完 应冷却后放入冰箱保存 但不要超过24小时 再次饮用前应加热 豆浆什么时候喝最好 一 清晨 早上起床喝豆浆 是很不错的选择 这个时候 我们的人体 一般都会比较缺水 而且也急需补充营养 空腹的时候 喝点豆浆 不会觉得油腻 而且比较容易吸收 所以说 早上起床喝豆浆 是非常好的选择 喝豆浆的时候 可以稍微加一点糖 但是不建议放得太多 二 下午茶 下午的时候 如果觉得饥饿或者是疲劳 不妨稍微喝一点豆浆 作为小点心 这时候喝豆浆 可以让人心情变好 而且也能补充一些体力 你可以直接喝豆浆 也可以搭配上一些饼干 或者面包之类的食物 对于上班族来说 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三 疲劳时 人在感觉疲劳的时候 可以煮一杯豆浆喝一喝 豆浆里面有优质的大豆蛋白 不愧为植物牛奶 可以迅速补充体力 而且豆浆没有牛奶中的抗生素 不会造成健康隐患 四 生病时 生病的人也可以喝一点豆浆 因为生病的人 身体常常会比较虚弱 所以适度地补充一些营养 有利于病情的恢复 虽然喝牛奶也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不少人都会有乳糖不耐受的问题 而喝一些豆浆 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五 更年期 女性到了更年期 体内雌性激素会大大减少 会出现失眠 多梦 手心出汗 睡眠不好等问题 通过多喝豆浆 可以补充大豆义黄酮 延缓更年期的到来 减轻更年期综合症 喝豆浆的好处 防止糖尿病 豆浆有营养这一点 大家应该很清楚的 它含有大量的纤维素 可以阻止人体对糖量的吸收 减少糖分 因而能防止糖尿病 是糖尿病患者日常必不可少的好食品 防止高血压 豆浆中含有丰富的豆固醇和钾 铭等等 这些物质能有效地抵抗炎钠 我们应该知道 钾是导致出现高血压的主要原因 如果体内能适当控制钾的数量 既能防止高血压 又能治疗高血压 防止冠心病 豆浆中所含的物质 除了能抑制血压的生长 还能够加强心肌血管的兴奋 降低胆固醇 改善心肌营养 促进血流 防止血管痙攣 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喝一杯豆浆 冠心病的复发率 可降低50% 防止脑中风 豆浆中所含的铭、钙元素 能明显地降低脑血脂 改善脑血流 从而有效地防止脑梗塞 脑出血的发生 豆浆中所含的卵磷脂 还能减少脑细胞死亡 提高脑功能 防止癌症 豆浆中的蛋白质和锡、木等 都有很强的抑癌和致癌能力 特别对胃癌、肠癌、乳腺癌 有特效 据调查 不喝豆浆的人发生癌症的概率 要比常喝豆浆的人提高50% 防止脂气管炎 豆浆所含的麦胺酸 又防止脂气管炎平滑肌筋卵的作用 从而减少和减轻脂气管炎的发作 强身健体 每百克豆浆含蛋白质4.5克 脂肪1.8克 碳水化合物1.5克 磷4.5克 铁2.5克 钙2.5克 以及维生素、荷黄素等 对增强体质大有好处 防止老年痣呆、艾滋病、便秘、肥胖等 豆浆中所含的锡、维生素E、C 有很大的抗氧化功能 能使人体的细胞返老还童 特别对脑细胞作用大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